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榴莲之星 它的名字叫做恰奇 这个恰奇是潮州化来的 马来话有些讲 Nomolapan 有些讲Durichokrit 所以讲个恰奇历史的很长的 为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在六十多年前 他们发现到一棵老树 那个老树 那个老树 已经有整百年的老树 那么六十多年前才发现到 那么他的发现到这个榴莲很好 那么呢 他们就要爬上去 又没有办法 所以呢 叫人家用枪手去打断一支他的树干 来拿他的皮来剪 到现在呢 我这里的榴莲 已经是算是第一代 第二代了 第一代是母树嘛 所以呢 这个榴莲在真的土地最适合 只要说是三地的呢 它的味道就不一样 做不出到这种味道 它的味道是 甘甜在甘甜带苦 色色是黄的 那么我有很多朋友 之前听他们很多是吃那个 猫伤黄的 哇 他们说猫伤黄的 来到我这里 一开始我开出来 他看这个不好吃 但是我说你吃鲜 当他一尝尝的时候 哇 每个都改来吃这个恰奇 所以后来现在呢 我的榴莲不够买 每天都 哇订单太多 有时候 不要给 要分配 分的太少 他们会要骂 为什么每个很喜欢吃这个榴莲